本院要审你故宫的一些议算的话 你们应该很清楚我们大概会提些什么事情 所以早上你的下属就把我们可能会提的资料都给我来说明 不过在这里我真的要特别的跟院长提 因为我们的议算中心针对你故宫或严工消费合作的时候 提出了十项的检讨项目 包括以严工消费合作之名行经营商业之实 经营99%以上委托业务 以合作的时候设立的宗旨可以说是偷歌 主从意味民实不符 利用这个严工合作的时候那个公益金来推动证务 无以以议算外动用公款 而且呢社员分配合作的时候的营业 享受合作的时候提供的这个年节生日的奖金等等 这一些呢我们也知道故宫博物院是以严工消费合作的时候 经营故宫的这个衍生的像出版品啊 文物仿制品啊 艺术纪念品还有品牌售钱 计销产品还有餐饮等等 你们这样除了规避国会的审查预算 还有夺取国家支援的嫌疑哦 所以我们本会啊在98年 99年都做过了结议 所以要求你们把那个故宫 那个经营的出版这些东西啊 应该收入应该因预算法规定 把它办理脚裤来服法制 那你们今天也解释 那在这里呢我给你一点时间 谢谢 你来说明一下 好谢谢委员啊 我们啊呃 事实上萧和社啊 委托业务受故宫的也委托 是在没有办法之下的办法 因为博物馆的专业 我们各位啊如果是对啊大都会 罗佛工各个全世界的博物馆 都有他们由博物馆所经营的所谓的礼品店或者是啊这个啊餐饮设备是为了提供啊第一个是教育的延伸另外呢就是啊提供呃观众的服务那在这里呢固呃我们国呃中华民国没有这个法令让这个啊博物院有这样的一个经营那这个经营里面另外还有一层意义就是增加啊这个国家的收入或者是啊这个呃呃 博物馆的收入那未来如果法人化的话就是其他博物馆我们现在走出一个范例希望由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建立啊这个中华民国呃博物馆的在专业上面应该有的提供的啊那我们现在呃销和社的委托业务我们做到了合理在合法的手续上面呢因为所谓的合理在呃去年98年呃6月17号这个内政部已经有个含令规定的就是委托业务里面 的内容啊这个经营的方式以及不而盈余的分配都有非常明确的指示那在这里呢我们是按照这个规定在走所以我们说是合理本来今年我们是要完成这个立法的手续那因为在需要的文件和需要的这个啊我们跟了呃工程会也有讨论那我们希望就是在啊一百我们的合约是到101年我们希望在这个之前完成这个合法招商就是这个招呃呃上网 招标啊这个这个手续就完成了所有的这个合法手续合理合法都可以完全做到本来我们是在今年啊这个就要完成在这个会期之前就要完成那因为在啊这个跟这个和呃在啊要让做的更周全所以我们在进行了一定会完成这个手续那为什么博物馆需要有这样的啊至于刚才提到的这些所有的啊 这个奖金什么都没有我们也不云于分配至于出版品的继销我们呃委托的业务只是一项呃不只是一呃由这个销合社啊啊只是我们的经销商的一种啊啊经销商一个要讲太长了呀那其他的外面都有经销我们的东西我跟你讲啊 98年你刚才说6月17号那个那个那个对对对对对啊你只依照在内政部给你的因一部分配给社员啊但是你没有说我们是叫你全面的检讨员工相会合作所的体制见不见钱啊那像这样子的回答我个人是觉得不满意 那99年做的结议呢这个你也没有照着因为他们说你们的社员啊就百分之一啊就是买的人那个营业啊就社员就百分之一所以在这里啊我想也有一三中心的那个这个资料那里面有讲到国道的啊这个方面啊他成立的那个那个国道那个有另外一个那个方法啊我回去啊我觉得你应该去参考国道公路建设管理基金的办法啊因为你们员工相会 合作所营业项目啊还有营业的据点还有营业团队相当庞大并不是一般的那个公务机关的这个其他的像那个小小的合作所可以比拧的啊所以这里面啊我是觉得我们现在观光课的慢慢又增加了很多嘛所以呢我是希望你参照公路纸建设管理作业基金的方式啊来回归故宫的还有刚才你讲到法的问题啊你们这边也说博物馆法我们没有那今天这个问题啊提出来很久了从90年开始提出来 那在当中啊我觉得你们你们那个故宫博物馆就应该赶快去成立法嘛对不对有我们有像文件会的反应有对啊这反应啊自己弄自己弄不成啊找我们这些委员帮你这个提出来也是可以的嘛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啊我是觉得哈这个要要符合体制赶快去好的谢谢好那个合法化哈不然的话我觉得是不好的另外呢我们刚才讲的你们做了很多的那个复制品啊 纺细品啊纪念品那里面标了是这个呃上次那个翠玉那个白菜Made in China哈所以现在呢打过来了搞现在弄过来了对对对对对对不对那你也知道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个立法院啊98年好也做结要扶植国内产业嘛而且呢这个如果是说给中国大陆那个Made in China的话好像我们授钱给他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又授钱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呃这个这个 这个委员会也好经济委员会都有做结议要要叫你们说一定要Made in TaiwanMade in China所以在这里呢这样子你知道现在很多的大陆品啊他们偷换商标说Made in Taiwan咧对对对我们现在这个品质的保证但是我我不希望你说从中国大陆做然后挂着Made in Taiwan台湾是一个品牌了对我们这个品牌很重要那我也在这里建议哈这个将来啊 你们这个要招标的收明书啊要限制要国内制造还有品牌都要把它很明确的定下去可以吗可以没有问题可以哈还有哈明年是将建国一百周年的庆节哈社会各界还有政府都大家都想要来准备这个庆祝啊那故宫我也看到你们说要精彩100国宝总共年的特展嘛对对对对要展出100件这个珍藏的贵品对对一口气同时展出哎你可不可以给予一两件 特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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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的时间不多好像你看说如果从书画来讲呢西山行李的三宝我们都会出来啊呃西山行李早春啊万货松丰啊那这个鲁瑶啊我们这个啊宋朝的最有名的啊惠宗的鲁瑶啊然后呢这个以前都没有展过的呃我们这个有的是每四年出来一次好了我希望说哈这个真的一百哈一百建国吧是让人看到说真的不一样会感动的是因为复工了一百哈 啊都是清朝以前的文物嘛只是说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啊现在我们现在是要一百那个建国一百就是中华民国哈大概没有太多的现在这个你们没有很多的这个现代的吧中华民国当呃呃呃只要过世的艺术家我们有没有当大一天呃有几项国副总统的那个讲经国那个不是那个我们没有没有嘛对不对几乎说在我们是艺术家不是大概都是国民我们有经国先生的志 大概都是国民党的党史馆里面嘛国父也是等于是说对对有有有有有书法有书法我觉得有国父的书法比较重要国父或者是那个讲介石讲中那些大概在中国国民党的党史馆比较多嘛对对对你们反而比较少嘛对我是觉得你不如是主动向国民党联络哈因为这是建国一百周年跟他们都有关系嘛可以借来那展览除了展览之外我也认为我们国民党党史馆毕竟是民间的组织嘛 收藏和保藏的能力和专业一定比不上故宫嘛对不对如果要办你常态转租也没有办法办得跟故宫一样好嘛所以我是觉得说你可以跟国民党协调具有收藏价值的这个文物啊交给故宫来保管哈这个然后给那个用常态的方式给国人看嘛对不对这也可以做嘛我们会去转达委员的意思还有哈明年故宫哈你们说要跟北京的那个故宫还有华国的凡尔赛和罗浮宫啊合办这个路易 那什么康熙十六啊是哈这个他们都是十一世纪的民权嘛对不对对开上中国和法国的盛世嘛对不对对那这个呢主题除了文物展出还办理大型的歌舞表演技巧有故宫文建会和苗栗县政府这些将来要在哪里表演呢在我们呃故宫的广场还有苗栗的苗栗的苗栗它是因为呃这个呃呃呃呃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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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 呃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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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 如果这类的表演艺术可以推广故宫原来的文物,应该成为未来你们的工作,那是我们的创新,我们一直在做,就像你们曾经办过,昆基的长生殿,经济的西游就会去看,跟他收藏了唐朝的文物和佛教的文物,这全世界只有我们故宫在做,所以既然故宫的法令执掌没有这个部分,我是建议故宫,不妨在趁明年推动政府组织再造的时候,把这个工作列入你们执掌中,这样可以顺理成章,什么事,我们的事, 我们都应该讲制度啊,好不好,另外啊,故宫文物要到这个日本展览的,这个大家很努力啊,包括我们这个驻日代表冯定国,九月,冯定台啊,冯计台啊,九月底在朝日新闻也发表专闻啊,然后呢,这个双十节的时候,很多,大概有二十几位的日本国会众议员来啊,那我们的王院长,还包括本席啊,也在他们当面跟他要求,希望他们国会能够过,那我们那个,前几天,10月31号两, 那个雨田和松山通行的时候呢,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还有很多的议员啊,包括东京的议会也来,大概有九十几位,那马总统也当面提出这个建议啊,安倍这个前首相说,等他回到东京以后,这样立即走手来这个新的法规啊,是,而且随同安倍起来的,台湾自民党的议员叫夏春博文,他表示,这个法案一定要最短的时间提出来, 希望在十二月三号,日本国会这个结束前能够通过,所以在那里啊,我们的所有的委员啊,大家都一起努力,希望争取啊,所以在这里啊,故宫啊,你要好好的掌握,已经有准备了,要掌握啊,好不好,随时注意动态啊,一有的话就赶快办嘛,好不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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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